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要团结我们整个国民党籍的议员以外 我想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去争取有党 包括无党籍的各位议员参选人 我们一定要极力去争取 让他们来认同我们的理念 务必让我们中国国民党 能够在基隆市议会 再取得这个议长副议长席位 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组能够出现 然后能够辅惠 能够意识推展和谐 让我们基隆市能够 就是让我们的民众 能够就是有工作 引进产业 让我们每个在地的人才在地就业 让我们基隆市能够带动经济发展 然后让我们以基隆人为荣 原本党内议长提名人 由呂美玲和蔡旺莲竞争 假投票时 由蔡旺莲以9票对呂美玲4票胜出 副议长则是只有何淑萍一人登记 没有异议鼓掌通过 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胜强调 只有这一组人选没有其他人选 也将寄出党纪 要求13位党籍市议员全力支持 最严厉的是开除党籍 其次是撤销党籍 再其次就停前 党部今天有没有指示 中央党部今天有没有指示 今天没有明确指示 我们就是按管理 就是在那个联署书上讲 如果委继就是按党纪 就是这样讲 包括国民党基隆市长当选人 谢国良也非常关心 假投票前 一起和所有党籍议员们见面沟通 谢国良也强调 党内完成提名只是第一关 接下来要寻求清明党和五党籍市议员们的支持 才能在市议会正副议长选举这一关 获得胜选 都是要尊重议会的大家的一个决定 不管是选出哪一个议长的人选 我们都要全力的配合跟支持 那我今天这次主要是因为在选后 其实也欠缺一个机会跟所有的议员同志 好好地谢谢大家这一次团结打赢了这场选战 所以我这一次其实是来谢谢大家的 所以您对于国民党在这次正副议长中 是不是可以拿下胜选的话 您个人有信心吗 因为议长选举不是我操盘 是党部主委跟议会的同仁 大家来通力合作 不过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得到基本态势 我们的确还是需要除了国民党籍以外的支持 所以在这部分我希望我们的提名议长人选 产生后还是要继续努力的对外争取更多的票源 国民党政府议长提名人蔡旺联合何淑平也强调 将近最大的努力和诚意 寻求亲民党和无党籍议员们的支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林佑昌12月25号即将卸任 在卸任前宣布最新的财政状况 8年来债务余额减少近60亿元 负债比降至25.4% 财政等级从明年起提升到第三级 让下一任市长能更有余裕的实现政策与理想 任类最后一次主持事务会议后记者会 基隆市打牛昌特别说明基隆市财政状况 在他8年坚持领举债 并透过争取中央计划行经费补助推动市政建设 债务余额从上任时最高峰的124亿余元 一路降至67亿余元 大减57亿多 负债比率更从47.37%降到25.4% 让基隆从负债留级生翻身为政府财政优等生 整体而言我们基隆市负债余额降低的比例是高达46.06% 我想这是我们非常负责任的管控基隆市的一个财政状况 然后在我任期之内的八个会期 每一个会期都是零举债 然后这个严守财政纪律 那才有办法让我们基隆市的负债的余额 从过去的几乎快要破产 破表的一个状况 那有一个大幅的改善 在明年的1月1号开始 基隆市的财政等级也将由第四级提升为第三级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八年的执政期间 我们基隆市是政府财政的一个优等生 那整个的一个负债余额减少的一个成果 我想为未来基隆的发展 也打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财政的基础 在卸任前的最后一次事务会议上 牛昌除了感谢基隆市政府所有同仁八年的协助与支持 也期待他们能坚持到最后一刻 更勉励所有同仁发挥如常精神 继续为民服务工作 我觉得就是如常的精神 就是过去该怎么做未来就怎么做 那我们过去基隆有大家努力的一个成果 我们未来也把这样的一个精神 在新的市长的领导之下继续的往前进 那城市可以进一步 然后社会可以发展 人民的幸福福利跟包括经济生活 能够有所提升 我想这是所有的政府 各级政府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 也是人民的一个期待 所以我想不管是谁执政 都应该回应人民的一个期待 据了解 这一次将有12位一级主管与林又昌 一起离开基隆市政府 包括副市长林永发 民主长黄俊毅 民政处长王于生 社会处长吴挺峰 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知文 财业发展处长黄建峰 都市发展处长徐燕心 综合发展处长林坤峰 交通处长苏仙芝 教育处长杜国阵 环保局长赖焕宏 及文化局长陈敬平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金融市长当选人谢国良 在拜会金融市长林又昌时 展现诚意 邀请市长林又昌 参加今年的跨年晚会 林又昌也公开邀请谢国良 参加12月24号晚上 在海洋广场的耶诞晚会 展现团结和谐 向前进步的民主精神 在金融市长当选人谢国良 层次邀请下 原本已经安排好行程的金融市长林又昌 12月20号表示 将出席今年的跨年晚会 与谢国良合体 陪金融市民一起迎接2023年 那本来我是因为有 家里有行程 不过我也把它排开 我非常乐意的接受 我们谢市长的邀请 来出席今年的跨年晚会 林又昌也邀请谢国良 参加12月24号晚上 将在海洋广场举行的耶诞晚会 希望借此立下典范 展现金融团结和谐 向前进步的精神 我们金融每年都会举办 圣诞夜的一个晚会 所以我也邀请 我们新任的谢国良市长 在当天的圣诞晚会 跟我一起来出席 我想我们金融市也立下一个典范 也就是新就任的一个市长 在交接是一个非常的平顺 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呈现给我们市民 就是金融市是一个团结和谐 然后向前继续进步迈进的一个 一个大家可以 这个觉得很棒的一个城市 对此谢国良很开心 林又昌同意参加跨年晚会 她也会出席12月24号晚上的耶诞晚会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打造快乐有爱的城市生活 很开心林又昌林市长 在我们今年的跨年晚会 她可以跟国良这边一起共同来参加 给市民朋友更多的祝福 那非常感谢林市长能够播空参加 我们的跨年晚会 那另外林市长也有邀请我 参加12月24号的一个圣诞相关的活动 平安夜的活动 那这个我也一定会参加 那也感谢林市长的邀请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导 寒流席台各地冷嗖嗖 基隆火锅店生意是好到不行 有一间知名的热炒业者 转型开石头火锅 标榜基隆在地食材 宽敞的用餐环境 希望吸引消费者光顾 海鲜跟海鹿的味道就在这个锅里面 洋葱 蒜头 肉片下锅炒得滋滋作响 再放入白菜 淋上熬煮好几个小时的鲜美汤头 和本店这一碗秘诀 传统石头火锅汤底 马上完成 那就是一些蔬菜啦 甘蔗汁啦 这些金钩那些一定会的啦 这些东西下去熬的 我每天熬的 一天熬几个汤 熬到两点半斤 三点钟 一旁准备下锅的鱼片 饺子 豆皮 满满的海鲜料 让人忍不住狮子大动 开放式的冰箱里 还有这几道掃尖的火锅料 像是乌鱼镖 起鱼肚 花椒 都是店内的生房菜 要吃还得碰碰运气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刚好 是不是有乌鱼 所以有这个乌鱼镖 我们就就顺便的推出 这个起鱼肚就有油的 我们才会拿来卖啦 蛋肠是我们基隆的民传 还有酸鸡鱼角 这个鱼镖比较会 会季节性啦 这个鱼镖有油才有卖 没有油才不卖 有别于其他火锅店 宽敞空间 是这间石头火锅店的优点 老板从事餐饮业至少 30年以上 从外汇热潮起家 最近转型做石头火锅 实在我都尽量 越特殊越新鲜越好 越好 当天 有时候去盖上 像一些鱼镖啦 什么鱼镖啦 花椒什么 我都买回去 蚝啊 蛤蟆 因为现在的人 比较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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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品 新鲜的青菜 石头火锅店在基隆 一间一间的开 更加用新鲜食材 希望在冷气团来袭 冲出一片商机 记者黄绍鸣 基隆报道 在电台开一艘八斗子 集渔船龙舍后 被渔船发现在朝靖公园 外海漂流 船是发动的 但却没有人 渔民赶紧联络 海巡集渔会 进行搜救 希望能传回好消息 基隆朝靖公园外海 出现一艘漂流渔船 其他有船 接近一看 却发现船上空无一人 找不到船长 海上出现了无人渔船 但引擎还是发动着 海巡获报 出动协许始终船长 船上没有发现 隔壁船发现 船上没有人 然后搞了一个下午 昨天晚上 半会就开始 早上一直找不到人 经过调查 这艘八斗子渔船 龙胜号 19日傍晚 由船长驾驶出海钓鱼 但接着就没有返航 海巡获报 展开搜寻 一直到20日早上 都没有发现船长身影 召集的家属来到港边 中午在基隆区域协助下 暂时将渔船拖回渔港 海巡远持续的搜救 希望能够尽快有好消息 记者黄少明 金融报道 大家请安问好 谢谢 谢谢 加油 加油 做得好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 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孩子们 哦耶 今年的耶旦节 终于可以脱口罩 露出帅气美丽的脸庞啦 虽然大家把疫苗打好打满 不过在室内还是要注意防疫 才能够开心过耶旦哦 终于可以寄的任务咯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島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A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A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最后一集终于上了 我没事吧 没有Wi-Fi 我都很怕 没有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A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A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欢迎回到中加新闻现场 金融文化局与教育处合作 推出艺术教育剧场 海底有个家 六场次 邀请本市 国小四年级 及五年级 超过4000名学生及老师 共同观赏 这个东西叫吸管 吃垃圾 不能吃 天呐 我这都会被你们打败 那我要快点去跟海龟哥哥说 吸管不能吃 哎呦 怎么能吃 诶 等一下 不像船是在寂静 各位 回找地方躲起来 充满冒险的海洋故事 在基隆近海展开 厉害的是 所有的音乐音效 都来自台上的 基隆交响管乐团 海底有个家 剧情框架 围绕着基隆丰富的 雨产及特殊的地貌 搭配生动有趣的情节 让四到五年级的学生 看得津津有味 今天的表演非常的好看 尤其是那个海胆 很精彩 因为他们每 因为他们每一个地方都觉得 我觉得很搞笑 台上三分钟 台下十年功 他能站上这里 他就已经是最棒的了 感谢基隆市政府 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观看这个精彩的演出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剧场里面 介绍了许多 关于海洋的知识 还有海洋的宝玉 今天的剧场非常的好看 艺术教育 从小扎根 融入乐器海洋等议题 让学生不只学习 剧场礼仪 培养观众素养 还能对自己的家乡 有更深的认同感 基隆市政府一直很努力的 在推动艺术教育 尤其是文化平权这个区块 我们希望还是看完 这一出剧之后 能够对基隆这个家乡 对艺术教育的了解 跟海洋教育的了解 有更多的认识 这档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 演艺厅演出的 艺术教育剧场 海底有个家 除了有六场次 给全市四到五年级 四千多名学生欣赏外 12月24号下午2点半 开放售票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进剧场 欣赏由基隆交响管乐团 与小导弹剧团合作的 海底有个家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您知道红枣绿枣 何枣蓝枣哪一种不是植物吗 海洋保育署 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举办大型海枣与海草 图鉴的新书发表会 作者张瑞生博士现身说法 分享海草与海枣的趣味形态 一起来看看 海边看似厚实柔软的绿地毯 海海是什么呢 餐桌上常吃的 紫菜又是从哪里来 海洋中的枣类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海洋保育署 希望让民众了解 海岸边常见的 大型海藻与海草 委托海大教授张瑞生博士主编 台湾白肘海洋生物 大型海藻与海草图鉴 不知道台湾的海藻 海草能到690多 我想透过今天这样的一本书 请大家就可以知道 下次爸爸妈妈 带小朋友去海边的时候 可以知道生产一种生物 新书发表会上 除了可以看到 还可以摸到 甚至搬出了海藻水足香 让雨昏来宾大开眼界 那大家常常把海藻跟海草 没有分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就介绍了128种海藻 跟9种海草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 其实有很多 跟我们生活是相关的 而且是连铁的 吃的像这些乳制品 像美乃滋果冻果酱等等 都跟这些海藻有几些的关联 也可以从这书里面 去找到一些端倪 翻开一页页 都是精心搜集的珍贵画面 透过许多水下摄影伙伴的支援 展现台湾本岛 及各离岛海域的生态照片 书中还透过手绘点画 展现海藻与海草的各种形态 让读者能够在阅读之余 同时欣赏海洋藻类 与海草的千姿百态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国民健康署呼吁家长要多注意 孩子在12岁前 应该要掌握远世的储备量 降低近视后 迅速成为高度近视的风险 家长应该要建立 为孩子从小护眼的后习惯 定期散同验光检查 监测远世储备量 延缓近视发声 保护眼睛是一门重要课题 依据国民健康署106年 儿童青少年视力监测检查 结果显示 幼儿园小班近视率为6.9% 大班为9% 国小一年级为19.8% 到了国小六年级已达70.6% 学龄前期至学龄期的阶段 是近视防治的关键期 因此国民健康署呼吁家长 要多注意掌握孩子 远世储备量 我们的宝宝出生的时候 都有大概200到300公里的 身体是远世 那我们也可以称他 叫做远世储备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这样的远世储备 其实是健康施力的重症 那因为他孩子 线电性结构的关系 他有这样远世储备 但是觉得整个年龄的增长 长时间近距离的用人 你会发现他的远世储备 他的储备都一直一直的被消耗 所以呢 就会产生了近视 那还有一个观念 越小孩子近视 未来成为高度近视的风险做更高 所以今天的记者会 其实重点就是告诉大家 远世储备的概念之外 希望老大妈妈还有照顾者 能够定期的带你的宝贝呢 去做一个定期的艳光 跟赞同的检查 了解那远世储备剩多少 还有呢及早养成所谓的 良好的护眼习惯 那我想也许储备会是 你之后近视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力气 那我们徳医师他也用 时间医学 所以我们希望孩子 能够一天再外面能够活动 120分钟以上 所以我们就用 比较简单的方式 在学校容易进行的方式 就是下课教室集团 让孩子下跪度能够到外面去放松 年轻的肌肉 能够接触大自然 希望能够让 智力不良运能够 那这是我们工作的目标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国建署 把所有的资源工具 会整成一本好点 我想我们会持续在校园里面深化 那也会继续配合 那主要是基于 如果说你从小近视 到成年之后 会有高度的症 那到中老年人的时候呢 这个年纪 高度近视会有很多的后患症 譬如说 埋葬营的扫来 情光业 甚至受访班部的地点 以及受到玻璃的情况 所以在这几年 我想中华民国演科医师 以及国建署 以及教育部 都希望把这个近视的度数呢 降低 不要增加到你的高度近视 或病理性近视的程度 那今天也非常高兴 那国建署跟教育部 积极的 让这个近视的房子 除了说不让这个度数增加之外 那今天也特别 就是说 让这个近视的房子 而往下 希望这个抱怨我们 远失的股废 也就是说 让小朋友在比较小的时候 他可以把远市的度数 不要很快就进到近视的层面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国建署 非常的努力 以及陆医师 非常的热心的钃遇 那有这个 鸣鱼的这个产生 那我想 等一下我们允飞医师 这个陆医师呢 在这方面非常的专业 但也可以提供大家很好的意见 以及疑问的解答 那我想这一个部分 我们全国所有的演兵师 都非常的愿意也热诚的参与 我们学同近视的防治 国建树也会着四大互野迷思 破解父母及主要照顾者 对儿童近视防治的疑问 之前在我们的影片摆设 然后跟我们一起对打之后才发现 我还是有一些多不及格的地方 比如说带小朋友长时间玩积木 或者是坐手坐 时间一长也是很商业的 所以这一次拍完影片之后 我真的就要掌握每30分钟 要休息10分钟的3010互演密码 来掌握我们阿姨的灵魂直窗 小朋友在学校的实力检查 如果达到你点 我们会认为实力是正常 不过它并没有代表一个 精确的注射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 因为小朋友眼睛常常就是会紧张 然后它比较没有放松 那甚至在学校 比实力的时候 都会说 哎 发情很吵着啊 或者是它稍微一面眼 那有可能从比较差的视力 都变得比较好的视力 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会希望 家长带孩子们到影片邮件所 点一下放松眼睛的在同级转校的 那就可以知道他真正的督俗 那就算事例是1.0 它还是有可能是远事 或者是 远事储备不足的近视危险期 或者是近视都有可能 所以这时候 在还没有三绒之前 可能是呈现一个假信息式的情况 那三绒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孩子真正 他的本钱 他的扣打 大概是多少的远事 那如果说远事不够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采用 比较积极的行为 去地方做他的这个远事储备的扣打 尽量把它维持 不要马上把它花掉 就变成继视 那就会持续增加 但一旦变成近视也每年 增加一百度 很快一百度就变成高度近视 年龄越小就开始近视 度数会加深的越快 为了建立仿制近视 从小做起的观念 国间署今年制作 许多视力保健手册 动画懒人包 宣传影片等 希望家长共同努力 帮助孩子远离 恶势力的威胁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可以借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央宽屏 有了MA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央宽屏 搭配MA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 这又一集终于上了 不希望 没有WiFi 我的WiFi 没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央宽屏 有了MA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央宽屏 搭配MA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央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央行夫妻根本没死阿也没确诊阿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央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夹集团关心您